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您水笑 第七百二十章 破碎界第四层的故人 雷鸿吉逃走后 莫无忌并没有在原处停留 而是跟着顿走 他打听过了 得到夜火红莲的是一名大纸仙 听说还是刀痕风的人 莫无忌和刀痕风本来就有间隙 再说 夜火红莲这种宝物 别说是刀痕风的人得到 就算太上天的人得到 对莫无忌来说 只要有机会 他就绝不放过 夜火红莲属于火属性的宝物 莫无忌甚至将青金之心 附着于手腕之上 他的青金之心是奇品鲜艳 对火属性的宝物非常敏感 一旦附近有夜火红莲出现 哪怕被别人收藏起来 青金之心也能隐约地捕捉到 莫无忌肯定 无论是谁拿到夜火红莲 哪怕是莫无忌 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两年内 将夜火红莲完全炼化 同一时间 苏柔二和豆花龙却停了下来 两人一路急顿 这里应该超出了一个大罗仙的神念范畴 师姐 继续留在这儿 太危险了 要不我们冒险出去 说不定 豆花龙的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苏柔二止住 苏柔二的伤势尚未恢复 脸色依然有些苍白 他对豆花龙摆摆手 花龙 你想得太天真了 只要我们前脚踏出破碎界第四层 后面就会被人发现的 苏柔二可是知道豆花龙的实力 以豆花龙的实力 要完全隐匿夜火红莲 每个百年时间非常困难 当然 真正炼化的时候 也许要不了这么久 毕竟豆花龙的实力 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上涨 炼化夜火红莲的时间 自然会压缩 豆花龙没办法 完全隐匿夜火红莲的气息 在破碎界第四层 也许没几个人能够发现 但一旦出了破碎界 那外面的先帝 立刻就能发现 别说是先帝了 就是先尊 甚至是强大一些的先王 也能感受到夜火红莲的气息 你师姐说的对 你想的是太天真了 东西拿到了就应该躲起来 四处招摇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一个淡淡的声音接了苏柔儿的话 谁 苏柔儿和豆花龙心中再次一沉 两人虽不明白 为何那个厉害的大罗仙杀了傅振松 还没有追过来 但他们都很清楚 自己的实力在这儿 就是蝼蚁 不管是谁过来 二人都没什么反抗的实力 古飞翼 回答完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二人面前 此人长得很黑 看起来像被泼了墨汁 没有洗干净一样 最让苏柔儿惊惧的是 此人周身一片阴冷 而这阴冷当中 又偶尔夹杂着一些烈日的气息 苏柔儿没开口 她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徒劳 说实话 让人很难受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二人一件事实 你们在这破碎界里 能感受到你们身上 活属性宝物的 至少有一两百个 古飞翼的领域将二人笼罩起来 尽管语气平平 但苏柔儿依然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激动和急切 东西交出了 古飞翼并没动手 而是不断伸展领域 想将周围的一切气息 全都给封住 她不是不敢动手 在她的眼里 苏柔儿和斗花龙 就是娄一般的存在 她担心的是 自己动手的瞬间 对方会泄露夜火红莲的气息 因为她肯定夜火红莲 就在斗花龙身上 至少有一句她没说谎 只要拥有活属性 或者是修炼阴冷属性的功法 这样的人很容易察觉到 斗花龙身上有古怪 她正是感受到了斗花龙的古怪 假之听到了二人对话 所以才肯定夜火红莲 就在斗花龙的身上 苏柔儿深深吸了一口气 东西可以给你 你要发誓 让我们两个人离开 古飞翼心中狂喜 毫不犹豫地说 好 我发誓让你们离开 东西拿来 古飞翼说话没有半点质疑 她心中狂喜的同时 也在讥讽苏柔儿 既然知道夜火红莲的下落 这两人还想离开 简直是痴人说梦 莫无忌突然停了下来 她看见两名悬仙出气的修士 正在对峙 而其中一人满脸胡须 正是她一直想找 却没找到的人 铺子大师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莫无忌一步就落在了两名对峙的悬仙身前 她心里更是安静 铺子的修为进步真快 短短时间居然进击到了悬仙出气 她可不认为自己进击了大罗仙 铺子大师等人也能快要进击大罗仙 仙界资源匮乏 而且每一步都是仙缘堆积凝聚起来 所以每次进击 修炼个数千甚至数万年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是每一个人都和她 以及雷红吉一样逆天的 这才多长时间 铺子大师居然已经悬仙出气了 莫祖庄 铺子大师看见莫无忌的时候 顿时呆滞 莫无忌的名字如雷贯耳 她岂能没听过 可她最不想见的人就是莫无忌 哪怕她和莫无忌 当初在半仙域是同甘共苦过来的 那名和铺子大师对峙的悬仙 没有感受到莫无忌的实力 可她看见铺子大师如此精具 便知眼前之人绝不简单 她毫不犹豫转身顿走 瞬间消失无踪 莫无忌没有管那顿走的悬仙 她的目光只盯在了铺子身上 当初他们一群人来到涌鹰角 结果楼川河和佳琪被人暗算 算盘差点死在了鹰边城 铜胜被人围杀下落不明 最让莫无忌怀疑的就是铺子 宗主 你听我解释 当初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的确得到了杜仙剑 但我没有做出什么背叛同伴的事情 说着 铺子已经抓出了一枚戒指 又给了莫无忌 莫无忌接过戒指 还未用神念来的击扫 脸色就是一变 随即身形一闪 瞬间就从铺子面前消失无踪 铺子一愣神 然后就是狂喜 他毫不犹豫抓出了一枚俘虏顿走 在没有进击到先帝之前 他永远不想再见莫无忌 他也不知莫无忌为何突然离开 可是他清楚 这是他唯一的活命机会 豆花龙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部分碎裂的脏腑跟着这团鲜血喷了出来 他手中的戒指也在这一刻轰然炸开 不识抬举的东西 古飞一怒声喝道 他刚才看见 豆花龙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枚通讯出 还以为豆花龙想把信息传出去 这才仓促之间 劈裂了豆花龙的戒指 若不是他没看见夜火红莲 恐怕要直接击杀豆花龙 东西在什么地方 把戒指劈开后 他发现戒指里根本没有夜火红莲 豆花龙的戒指裂开 里面的东西全部化为积粉 不过古飞亦肯定 夜火红莲这种等级的东西 如果在戒指里 绝对不会有损伤 你想要什么 莫无忌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感受到自己周身的束缚瞬间消失 豆花龙二人再次准备顿走 可随即看见莫无忌 二人顿时惊喜交加 这是我天魔山的事情 阁下不要惹是上身 古飞翼的语气有些阴沉 他有些后悔 应该直接杀了豆花龙才是 带走尸体 总好过一无所获 好东西总是要冒些风险 结果他为了遮蔽风险 反倒引来了风险 莫无忌还没动手 但他却能感受出来 莫无忌的实力非常可怕 甚至不在他之下 大哥 莫师兄 豆花龙二人 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他们万万没想到 能在这儿见到莫无忌 你们先等等 我和这人算些账 莫无忌抬手就是一道隐匿禁制 落在了豆花龙身上 豆花龙身上有种先天火属性气息 莫无忌一来就感受到了 这种气息的醇厚程度 比他的混沌活母精半点不弱 不是夜虎红莲 那才是怪事呢 古飞翼周身的领域瞬间破碎 下一刻便感受到自己被一种漩涡领域给裹挟住 古飞翼的脸色苍白起来 他大罗先后期 按理说 在破碎界第四层应该无所畏惧才是 可现在莫无忌的领域一伸展 他就知道 在莫无忌面前 他根本就不堪一击 既然这两位与仙游认识 那算我势力在先 告辞 古飞翼转身想走 来了还想走吗 莫无忌的声音毫无情感 古飞翼心中一冷 随即说道 仙游 你太过霸道了吧 我天魔山虽非一流大仙门 也非任人揉念 阁下的确可以杀我古飞翼 但在我陨落之前 天魔山会知道我死于何人之手 莫无忌就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 依然冷冷地说 古鸠石是你什么人 那是我的堂兄 古飞翼听到莫无忌提起了古鸠石 毫不犹豫地说 只要认识他堂兄 那就好办了 他堂兄可是先王中企 实力强悍无比 正因为他的长相和堂兄差不多 肌肤漆黑 深淡阴阳 因此堂兄很是重视于他 很好 这么多年 总算可以收些利息回来了 莫无忌说完 授一张 一张仙渊大手 直接无视的距离 捏住了古飞翼的脖子 当年在无声河底 他被李青姑和古鸠石当成了替罪羊 用阴阳芒绞杀 若非他有生鸡落 早已尸骨无存 尽管他因此领悟到了绝世大神通生死轮 但这个仇他不可能忘记 一直以来 他都不知这二人来自何处 今天 总算是知道了古鸠石来自天魔山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